占领运动已进入第74天 站中清场进入倒计时 相比清场后变身旧屋天地的望角及时刻有美光灯对准的金钟 铜锣湾是三个占领区中面积最小 人数及镜头注目最少的地方 但也可能成为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占领区 铜锣湾占领区的义工义情 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望角之前就是比较多冲突 战争的状态 金钟就是一个比较总部吧 这里比较社区的感觉 我想铜锣湾的感觉比较温暖吧 可能在金钟人比较多 然后意见也很不同 常发生冲突和大台还有那些酒分有很多 比较接近民居 还有这里是游客区 所以这里的尤其是让他们都认识了什么叫做镇补山 还有为什么我们要镇宾在这里 就是有一个宣传还有教育的作用 还没有开始打包东西 观察大概比较想撤退 反正这算是揉手也不会太做太激烈的抗争 你看看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这样 每天都要到铜锣湾站领区和市民进行讨论的黄先生 周三告诉记者 经常时会离开 日后会继续争取真普选 虽然铜锣湾人所不多 但是呢 参加这个运动抗争的人士呢 来自各行各业 有时候聚会中间的互相的交流 这个水准还是蛮高的 那我就是来和大家探讨一下 听听别人的想法 望角的人士 我感觉他们比较乐学 也有勇气 精忠的那边的人比较斯文 因为我经常去听他们的发言 那有时我感觉和我的理念不一样 所以我就没有 后来没有进场的去 我想问一下 明天进场你会不会退场 我会 我会退 因为我感觉我们没有必要做 嗯 做那种 因为 你不可能不给他警察 因为我们没有武器 你也看到了那个香港警察的那种 对市民的那种痕迹 因为我感觉他们经常去和大陆公安交流以后 也学了那一套愚民未敌的那种思维方式和那种手段 所以 我觉得我们不必要和他应拼 造成那种无谓的牺牲 还是要保存实力 因为这一个争取 真普选的运动 现在看来 在香港还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 还是需要持续的去争取 另一位占领者苏先生表示 他不满金钟的大台制度才转移到此 认为这里的发声自由较大 而铜锣湾留守人数少 也造就更多空间做全民商讨 苏先生说 苏先生还表示 一到晚上 民众三五成群讨论实证 一切都是由人民主导 即使是提到运动走向 赞同者都表示 这不是异区的事 是要和其他区的占领者共同商讨 没有领袖及不受注目 却正视铜锣湾的优势 让民主精神静悄悄地在区内萌芽 开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心灵的采访报道 点赞同者能够收入 点赞同者能够订阅 主意点赞同者能够订阅